大家好,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2017年最新款的墨切机 这个墨切机呢,我们的标准配置是主机器一台银楼链板一张 然后配件合几个 这个机器呢,重量是26公斤 26公斤 然后呢,我们配在这个工具桌里面有 手本,手本的支,再搬出一张 还有下面的螺丝刀,螺丝一套 待会儿我给大家一一说明是怎么使用和怎么办墨切的 好,这个 这个机器先拿手本列表一下 这个机器上下板的区块是260乘120 底板的区块是240乘380 然后电板的区块是200乘300 也就是20乘30厘米宽,一厘米厚 这个机器空间呢,就是这个地方跟两个柱子之间的这个距离 也就是能三斤的材料最大的距离是300 这个配件包里面的这些东西 我一一给大家结合一下 这首先这是一个脚垫 脚垫呢,就是用于费用呢 如果在运输的过程中,这个脚垫就被撞坏啊 现在运输特别耗力 可以作为备用 还有4个这个脚垫,固定脚垫 就是我们这个机器现在升级到 如果你偶尔切一些 偶尔要偶尔切的话 就把它固定是活动的 如果你长时间使用的话 可以用脚垫 把它固定在桌面上 这样它用起来会更好一些 待会我把手带固定 我们摸切的时候也要固定 固定摸切最后 然后再就是一个内六角的 一个石头花内六角的一个翻车 这个我给大家也说一下怎么用 再就是一些4个内六角的螺丝 然后一些木螺丝 首先呢,我们如果拿到机器以后 首先,我们把手柄引上 这个打载位的位置是 冲向操作桌子的 手柄这样引上去以后 在你不使用的 就是在控制状态 还是朝向起弹光的 这个大家不要告诉我 是朝向起弹光的 然后呢,我们先把它固定上 固定到这两板子上 大家可以固定在自己的工作台上 或者什么 我们是个办公桌 就没有固定 然后我先把它拿起来 然后把这四个 四个 这个指角拧掉 拧掉放起来 放好它 因为什么 因为这个 如果万一要活动使用的话 这个指角也会很容易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板子上来用 好 这个脚码 脚码上这样固定 是吧 螺丝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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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固定完这一刻 把这个那六角 把它给 拧紧一些 这样能够 固定完这一刻 我们就把它放 放了以后 然后我们拿这个小的 小木螺丝 这一种小的 然后把这个固定在板子上 这个 这个小木螺丝 好了,我们演示过程中,我们就把前面那两个固定一下 如果大家长时间用,把四个点固定好 然后接下来我跟大家说一下,把这四个指甲,就是五个指甲 我跟大家说一下调食使用 第一步就是把它松开 把上面松开 把电脑给推出来 把这个圈套 把圈套放开,都松开 然后再把刀膜 哦,对,这种一些有好的,买家还不知道就是用这样的刀膜 就是我们推荐用这种激光刀膜 所谓的激光刀膜,就是它用激光切在缝 然后把刀片给塞到这个缝里面 然后你要是什么形状,才给你定做什么形状 这种激光刀膜,价格不贵 像这样的话,一般就是三四十块钱了 然后如果复杂了,它就贵一些 图形又大,又复杂又贵一些 我们要是进行简单膜切的话,就几十块钱 非常锋利,小心不要好多说 然后呢,我们把这个刀里面跟垫 把它这样重合起来 就是我说在调,调试这个机器的部分 这样重合起来,重合起来以后 我们抬的基础部分,抬起来 抬起来以后,这样把它放平放完 放平放完以后,它是这样的,是个这样的状态 然后我们把手柄拉过来,拉平,然后保持这个平的 抬起来以后,然后把上面的螺丝用手粘紧 你感觉到这两边的力度就差不多 然后粘紧,手柄,这个手柄都把它粘紧 然后把上面的螺丝往上,调上 下面的螺丝往上,调上 好,调上 调上了以后,拿那个扳头 把它给紧下面的螺丝 不要动上面的螺丝 紧下面的螺丝 好,那么这个机器的考试我们就完成了 然后我们再细切一下 然后看,这个我们站在这里呢 就是说我们有这样的,这样的,配了这样的螺丝 还有剩下的螺丝,还有剩下的螺丝 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是有的买家 还希望把刀膜给放在,给固定在这个上压 所以说我们就留着接口 但实际上呢,怎么用,并不是太好用 这是针对一些螺丝的特殊要求 就是它的特殊工业 我们留着就,这四个螺丝 就是说你可以留着备用 这个口啊,你暂时不用管它 好,那我们就现在给大家这个 看一看这个测试,测试测试 就是剥切的什么 这个,这个电板呢,我们随机配送的电板就这么大 因为它方便发货,我们就做了这么大的电板 如果大家呢,就是说,觉得我切的材料又长 又,呃,就是说和这个电板,这个大压不配配呢 我们可以自己上网,然后搜那个尼龙板 尼龙板,然后它会有定制的 我们这个也是从淘宝板上找这个,一些卖家 它能给我们定制的 然后,呃,一厘米厚的尼龙板基本上都可以 再厚一点也可以,再薄了可能会有点变形 啊,就是说它有点弧度才好用 啊,那我就切一张,切一个东西给大家看一下 啊,首先呢,我们就是说切这个最主动的这个 这个A4纸啊,就是这个杂质 杂质的A4纸,啊,我们切四张放进去 然后,把这个,对位,啊,就是说我们对合它们 别切到外边去,好,对位,对位的话 如果你,就是固定了,啊,就不用,就不用拿手符了 如果你没有固定的话,就是说如果是活动了 就是没有这个支角固定,然后,在切的过程中,啊,你要这样,你吧 把这个,把那个,先伸进,伸进力一个三分,就是说,伸进一部分 然后,我再压,啊,最后呢,手能推一点 这样的话,它就不直接往这边撬 当然的话,就是说看你切的东西拿起来 然后,这固定的话,就使用这个工具 然后,我再压一下,然后推,再压,再压,啊,就是说,它这个,招的宽度在2.6之内 长度是不限制的,然后,再推,再压,好,那我们就看看这次 这个,刚调好的这个效果怎么样,啊,所以说我们切出来的,切出来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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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轻轻,啊,就是说有,有不错的地方,啊,或者有不错的地方,我们在调整,啊,进行微调,这个就是,我们切的这个效果,我们在轻轻来调一下,啊, 然后,压平,压平,现在这个,这个就说了,我们这个地方看得不够紧,然后呢,我们还是要,哎,压平呢,还是要,把它就上那儿,松了的时候先松上,啊,松了的时候先松上,啊,然后,水面的下来就下来,好,这样的话就是,往平,来, 好,这样,把手紧紧,这个地方还是,往平,来,手紧紧,好,你感觉到力度,两边比较均匀呢,可以看,可以看,可以看,好,两边都紧死,好,那我们再试一次,好,那我们再试一次, 放上电板,放上柴边,放上柴边,然后呢,然后呢,推着,手推着,这个长度是不限制,手推着,来一下,好,再往前走,再压一下,再往前走,再压一下,再往前走,再压一下,再往前走,然后我们看一下,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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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 确实的效果就可以打折扣 这就是我们切出来的抬了 然后 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 一个这样的手段符 是桌面的手段符 一次性 用我们家里面的非洲的杂质 非洲的杂质 这样是呢 就是 葱果皮啊 而且这些折面 然后呢 用完了以后 给大家拽点 那个这个切尺啊 切一些东西 造成是各种不样的 接下来呢 我们再说 切一些其他的东西 一边一边 还有这种的 我把它切成小硬质板 来看纸壳的 像纸壳的 这种杂质板 不够可以呢 那我们切切试试 也是这样 然后 一边一边 一定要保证所有的刀线 都是在这个 都是被这个杂质板压过 这样的话 哎 才能保证它的抹性效果 因为什么 这个刀线和破门 它是 它是这样消遣在一块 来 然后这个 做刀膜的时候 一定要留一个推到往 因为它就镶嵌进去以后 那手 它推出来 那一定要手平衡 不要打到手 它这个有个硬的材料 它就会这样 卡在里边 拿手推出来 当然也可以用的 就是说 这个是 这个是切的纸板 它 那纸板就行了 它也可以用这种 推到的方法 还有这种 是 这种是推 推到棉 推到棉呢 就是它会被材料的一个挤压 推到棉 材料 有一个挤压的过程 它就是这样 它不会伤害到里边去 它就 它是个钓出来的 它压完了以后 它是钓出来的 现在我们这次正据压力 再调整 看这个就是说 到什么程度 有的局部切不断 它可能是与这个 我们刚才是没洗的 没洗 有一定的关系 然后大家最关心的是切皮革的 切皮革的 这个 这个 有好多是买家们 做皮革的 切皮革的呢 我们这一块 是一个 大概有几毫米 有四毫米 到五毫米左右的这个 只有皮 那我给大家试一试 然后用一个小的刀膜扣上 好 把它放在 放在这个合适的位置上 来 来 还能切 这一个 一个小的造成已经出来了 这个为什么拽不断呢 就是说 这个有的地方 它是刀膜在接缝的地方 它会有一点点小的 连在一起 只要刀膜有问题 切出来的东西 就会有点小问题 所以大家做刀膜的时候 一定要要求仔细 你像这个刀膜这个接缝 接缝中间 它就会有一个非常小的缝隙 然后就会导致到这个 会混乱思念的情况 但是具体什么样的材料能切 什么样的材料不能切呢 一般呢 就是说 用剪刀 用剪刀剪减试试 剪减试试的话 它就是说 如果剪刀比较容易的剪的话 都差不多都是能切的 如果剪刀不容易剪的话 都就是说 剪刀很困难 摸切的可能也有困难 那还有一种呢 就是这个刀膜上特别复杂 就是说 还有一道一道的 然后有了好多 好多买家 他把那个刀膜做的特别复杂 他想一下子切很多出来 实际上我们并不建议这样做 你为什么呢 因为 如果你是做一个小一点刀膜的话 你可以切好几层 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小的刀膜 密密麻麻地拍的一张整板上的话 有可能一层里都切不透 因为这是压力跟压强之间的关系 就拿到你刀膜 在新做出来的时候能切破了 那用一段时间以后 还会有一点切不透 所以说我们建议呢 尽量把刀膜做小 做小的话 你可以要是提高工的效率 比如说 我要切一下这个 这样子 我可以多放几层 放很多层 然后一下子再切下去 是吧 这样的话 效率是一定的很高 这个总体来说 整个人的对位啊 这个抹切啊 就是一秒钟的事 比如说 你像这样吧 我切一张 切一张 切一张 切了一小 我切了小枫叶 切一张 是吧 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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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呢 我是这么厚 这么厚 那也是 再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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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这么厚 也是 就是 如果面前小的话 差不多 具体能切多多 还要大家自己 自己去试 这个问题 我们的 大家只是说 免试一下 这个小的 这个小的 小的 小的 这也就是打起我们的演示 有什么不懂的话大家还可以再沟通 从网上 网网上 以及加微信 我可以给你演示 还有就是我们这个这个压痕 就是这些压痕 就是说它这个压痕 整个压痕的调整 和这个 这是我的这个压痕模具 和这个我给大家演一下看 和这个 和这个模器的 整个模器的过程就是一样 也是先把 好 再把这个压痕模仿放到中间 因为它后路不一样 所以它可以调整 来 把它放到中间 摊在地下 好 这个压痕模仿 和这个 放稿 放稿 放稿后 然后 手 就是主要是调整的距离 然后手压平 这个要仔细点调 因为这个压痕模仿很小 很小 容易调的偏 调得偏 它就会压一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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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点 好 用斑水把底下来折扣 把底下的地方紧一下 上面的不太多 好 也是这样的 把它给就压下 就是把它给放好 我这个压下盘放在上面 放正 放正以后 塞进去 然后往下压 就是效果 这个是我们摩托机的 总体的介绍 具体的就是说 我们这个摩托机 它的优点在哪里 我们首先把表面 传到进行了防锈处理 在正常使用的过程中 或者正常储存的过程中 是不会重修的 因为它也不会因为锈 我们的这些材质之类的 在于是我们采用的都是 可以说是非常厚实的材料 在实用的过程中 也不会产生任何的故障 当然以故障的话 我们也会保修 具体的细节 就是想想哪个地方用的 什么能说 哪个地方用的什么 我们在详情描述里面 也是会有的 好了 大家如果没有什么 没有什么 也就这样 先给大家介绍到这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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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